但是他会检测你有没有在开 它是因为前面转没车 昨天晚上大概等租车租了好久 租了等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后来跑到这边的话 已经9点多 吃了一个汉堡 然后再录住这个Holiday Inn 已经是10点了 然后再去看他的房间 看了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那种尺寸 该买明天该买什么东西 今天的话会挺忙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7点多8点了 下午的7点钟就要离开这去机场 因为我的飞机是10点钟的 所以的话我们只有大概10个小时的时间去带他去学校 买这个买那个 所以的话也要选择一下哪些是最重要要买的 还有一个他我们前几天寄过来的一个他的被子 那些那个Fedas的包裹 昨天送过来的时候 他们那边不让进去送不进去 所以就要改成21号送了 所以昨天我叫女儿去申请我们自取 如果这个拿不到的话 又要买被子那些东西 又要花更多时间还花钱 所以最好是待会再看看Fedas那边今天能不能取到 取到的话就只是买一些家具这些就比较简单 OK大概待会就在这个酒店吃早餐吃晚的话 把行李全部放到他房间里去 就开始去他学校啊干嘛的了 这个酒店也是他这个区啊 Berkeley这边的酒店也是死贵死贵的 Holiday Inn Express 这个的话在我们那边我觉得就150左右吧 这边要200今天的价格是250 我那天的话是188也是挺贵的 然后剩下那些什么Motel都要100多啊 特别贵 那这个还好也包一个早餐 然后停车也是免费 所以还挺好的 现在跟女儿真的是跟我去年拍的一个短片很像 就是也是带孩子去转学 我这个呃 然后呢跟孩子就是那种呃 拍逆期啊代勾啊 大家沟通很少就几乎也是住在同一个酒店一个房间里面 啊像今天我基本上也是偶尔能偶尔跟他聊一些闲聊一些 坐在车上闲聊一些 平时的话 你基本上跟他很难同步啊 比如说现在我起来了 他还慢吞吞的 平时来说他都没有这么早起 啊 所以我叫他快点起 那他可能这个时间的话 如果我要等他的话就很浪费时间 所以基本上这个时间我就会可能会去吃早餐了 然后就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吃早餐聊天啊 这这这就好多东西都没法同步 就是虽然在一起但是好像是大家都行动是分开的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早餐了 然后打算先去学校啊 他要去领一些东西然后去啊参观一下报名之类的啊这条路叫做University Avenue 这条路基本上就从这头到那边大概开车六七分钟就到了 然后路两边很多公寓啊然后其实也有点旧啊 然后前面就是啊Berkeley的Downtown了这是邮局还挺古老的那前面就是学校 对这就是Downtown那个清贵Bart那个站 这已经进来了 这个就是那个著名的这个Berkeley的那个塔标志性的那个塔 然后这个桥然后这边小树林 这UCB的那个那个楼啊都是很旧其实 但他就有点历史 就是有些就是很像以前我们学建筑时候的那种建筑 背玉民啊那些的 好像这是一个咖啡厅的图书馆咖啡厅 这好像是UCB校园里面最大的一个广场所以这次他们新生的这个集中点也在这儿然后那边有个亭子他过去排队然后去拿他的学生卡 你看每个都分组了嘛 有分成很多组去带着去参观那些校园然后每个组都有个号码 每个号码都设计的不一样的自己自己来设计 都事先他们自己各自在准备 并不是简单那就是一个号码 还有设计 熊特别多 因为他们学校的那个吉祥物就是这个金熊嘛 还有这个一个交通卡 那个免费 可以在校园附近吧都是免费 我女儿把我给抛弃了他自己他不要我跟着他呃他跟上队了就是有一个人带着他去等于说是整个校园走一圈吧介绍吧然后那我刚才停的那个停车的位置是不安全的所以需要permit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更好的停车位 你看后面那个门是著名的他们的那边那边有很多松鼠被养的很肥 好现在我决定就是我开车去帮他帮我女儿去买东西 然后他就去参观他的校园 然后大概我买完东西回来他也就弄完了我再接他再去别的地方 这是另外一种 到处都是今天就是这个日子 现在就去那个Torget去买东西 对这个特斯拉还是不熟悉啊 怎么调到那个导航的界面我都调不出来 刚好有这个大学上学季的这个college shop 所以就非常方便啊 基本上他要的东西都能找到 然后很快就买到了一帧车 这是一个衣架挂衣服的 然后这是一个写字的写字台的椅子 转椅 好像四十多块 然后这是一个一斗吧 小的塑料的 还挺方便的二十几块钱 有点不好塞进来 我一直疼一下 在发 诺语诺 还买了一个靠在床上垫的 那个 因为肯定会经常躺在床上 看书啊 看手机啊 什么的 就这个还挺好的 就有个报纸一样的这种感觉 不是 靠在腰上 最后一个塑料小斗柜放在后座 挤进来 刚刚好塞了 这也是 我还要再去进去一趟 再买一点小的东西 哦 钱包 进去再买一些小的东西 用品 一些洗发水什么东西 然后待会我就回去 差不多去接女儿再去宜家了 打双引号的满满一车 就这么多钱 一百七 一百九十七块多一点 然后这都是 多亏我老婆啊 精打细算 然后告诉我哪买 买什么东西 那基本上现在都是她给买的 那宜家的东西又比较重嘛 那木头的或者说合成木啊 那些会重一些 然后也比较贵 比之前涨了很多 那现在算来算去就是这个target是最划算的 这种的话就是适合 反正简单用一用 到时候以后搬走也 搬的话也方便 最后离开的话扔掉也不可惜 这种 然后后来又回去买了一些洗发水 那些东西四十多块钱 总之现在就比以前 反正就贵了很多 但选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便宜的 现在赶紧回去学校接她 接女儿再去别的地方买其他东西 桌子还没搞定 然后车上也放满了 所以的话也没有办法买别的东西 我女儿整体来说还是像我就是性格像 特别是以前 以前我是很胆小 就很多事情也不敢问 或者不问 或者是无所谓了就是这样 那现在的话我肯定比之前要更好 老了吗成长了吗 但也内心还是那样 所以有时候看到她像就是好多东西不去问 我就很着急就会 你干嘛不弄清楚啊 张嘴问一下不要害怕嘛 什么什么 说多了她也不高兴 哎呀她说你好像你别再啰嗦这样 像刚刚她就是我在问她还要多久 她说在排队不知道在干嘛 那我说那你不问清楚在干嘛 你在排队不是傻傻的吗 问清楚吗 她说好像可能是待会也没什么事了 那我说你得问清楚 别你自己偷偷的跑走啊 或者怎么样 反正就是多少都会给她一点这种 很啰嗦唠叨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一代跟一代上一代下一代的这种 叫做什么代沟吧 以前我小的时候 刚上大学啊那种高中上大学那时候 也会觉得我妈很烦啊 怎样就是想的太多说的太多啊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就是揍了复始 都重复这些东西 好了 下期视频我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的事情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